房间沉默了,黎尤寒看着泪眼婆娑的乔乌山,那天晚上如果真的发生了关系,为什么他没有一点感觉? 诺,这是必超单,乔乌山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放在黎尤寒的面前,外面传来脚步声,然后部队蒋军官的声音响起,嫂子怎么不进去?黎军官不在里面吗? 婉婉怎么会在外面?什么时候来的?黎尤寒立刻拉开凳子,往门外冲去,玉婉婉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快速离开的背影,毫不犹豫地跑着追了过去,眼看玉婉婉已经快要跑出部队的大门,他加快脚步,在部队大门口追上了他,婉婉,他拉住他的手腕,玉婉婉一个回身,毫不犹豫地给黎尤寒一个响亮的耳光,不光是黎尤寒这个当事人,连守卫兵都惊呆了,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上校夫人,居然光天化日之下打了黎上校,玉婉婉趁着黎尤寒发呆之际,挣脱他的手腕,冷着脸继续往外走去,他好有本事,居然让两个女人同时怀孕,黎尤寒看着玉婉婉的背影,他知道刚才所有的话,他都听到了,他不相信乔乌山肚子的孩子是他的,他为什么会相信,他能不能给自己点信任,摸了摸被打的脸颊,黎尤寒不怪他, 他生气说明他是爱他的,想到这里,他大步跑到停车场,开出自己的军用车,往玉婉婉离开的方向驶去,乔乌山眼睁睁地看着黎尤寒的车,驶出了部队大门,连忙坐上自己的车,追了上去,路边公园,玉婉婉没找到,乔乌山却出现在了黎尤寒面前,黎尤寒脸色很不好看,黎尤寒你什么意思? 你让我怀孕,想不认账吗?乔乌山没想到黎尤寒,现在对他那么冷酷无情,以前的他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吗?男人看了一眼,缠着自己的乔乌山,这个女人不把他的家庭彻底破坏,就没完没了是吧? 你给我滚,黎尤寒冰冷地吐出几个字,让乔乌山很是受不了,他气得直跺脚,黎尤寒,既然你爽过之后,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那我就死给你看 乔乌山看到路边公园有一条小河,三两下往那边冲去,黎尤寒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拨着玉婉婉的手机,还是处于关机状态,乔乌山走到小河边上,回头一看,黎尤寒根本就没跟过来 瞬间脑子一热,真的跳进了河里,扑通一声巨响,接着传来许多人的呼救声 快来人啊,有人跳河了,黎尤寒看着不见的乔乌山,还有呼救的路人,知道那个女人真的跳下去了 他记得他不会游泳的,想到这里,连忙脱掉自己的军装外套,一个月深,也跳进了河里,水不是很深但也不浅,足以淹没乔乌山,在水里摸索了半分钟都没找到 他浮上来换口气,看到一米开外的一个头顶,立刻向他游了过去,岸边已经为了不少人看热闹 他到达他身边的时候,乔乌山一直在往下沉,他抱住他,将他举起来,头露出水面 一只手划着慢慢地游回了岸边,几个人伸出圆柱之手,把已经昏迷的乔乌山接了上来,平放在地上 黎尤寒立刻按压他的胸口,把他喝进去的水,慢慢地给吐出来,就这样一直重复几十下 乔乌山才悠悠转醒,看着他醒了过来,黎尤寒也松了口气 姑娘这么年轻,什么事情想不开 就是啊,人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围观的几个大妈,开始对着乔乌山说叫 乔乌山看着周围的人,又看了看脸色依然不好的黎尤寒 知道是他救了自己,他从地上坐起来,一把抱住同样一副湿漉漉的男人 乔乔,我就知道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不管的 他就知道,他在他心里还有位置的 众人看到这一幕,瞬间明白了什么情况,都摇着头离开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一言不合就自杀 真愁人,玉婉婉站在不远处 冷冷地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个人 他挺在乎他吗?他前脚刚跳进去 后脚他立刻跑着,跳进了河里救他 好感人的爱情,黎尤寒拍了拍乔乌山的背 你没事就好,刚才有一瞬间 他是真的吓住了,不过他现在心里 想的都是自己的老婆,他到底去哪了呢? 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住了黎尤寒的目光 他立刻放下怀中的女人,拿着外套向他跑去 刚刚走一步,手就被拽住了 黎尤寒不要走,陪陪我好不好? 乔乌山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他对他也没那么狠心嘛 黎尤寒硬是把手从他的牵制中 震了出来,往玉婉婉消失的方向追去 乔乌山狠狠地看着黎尤寒离开的方向 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一定要把他的男人追回来 玉婉婉给李浅洛打了个电话 两人约在咖啡馆见面 亲爱的嫂子,给我说说什么事情 玉婉婉安叹了一声 我怀孕了,但是,他猛然加了个但是,让差点跳起来的李浅洛 脸色又拉了下来,只听玉婉婉嘀嘀地说道 有个女人,也怀了你哥的孩子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靠在椅子上的女人红了眼圈 李浅洛的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 你说什么?哪个女人怀了我哥的孩子 看他不亲自去教训他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来闹场的那个女人,乔乌山 李浅洛咬牙切齿 世界上除了穆雅威 怎么还有 那么多不要脸的女人 你跟我哥说了吗? 玉婉婉摇了摇头 没有 我现在连告诉她的心情都没有了 所有的兴奋期待激动 全部在听到他们两个的话都烟消云散 李浅洛思索道 婉婉你先不要生气 我哥不是那种人 你要相信他 我让斯静恒帮你调查这件事情 玉婉婉不知道现在 还要不要再给李优寒信任 不过浅洛都这么说了 那他就再相信他一次 好的浅洛 我等你消息 玉婉婉看着远方的云彩 心情依然不是很好 C国 李浅洛与玉婉婉告别后 又兴奋又生气地给斯静恒打电话 怎么了?老婆 斯静恒问道 李浅洛斜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难道每个男人都会在外面拈花惹草? 嫂子他怀孕了 但是还有一个女人 也说他怀了我哥的孩子 你说我气不气? 其实他是相信大哥的 大哥真的不是在外面乱来的人 斯静恒点了点头 的确让人生气 那么 你一定要帮我哥和嫂子调查一个人 还我哥清白 我相信我哥 李浅洛说得慷慨激昂 仿佛随时都要把那个乔乌山碎尸万段 斯静恒再点头 老婆说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把他的名字给我 保证不辜负老婆的信任 就是得给点福利才行 李浅洛无语地看着男人 好吧好吧 看在他很宠爱他的份上 他就勉勉强强地答应吧 说吧 两人便挂了电话 斯家老宅 晚餐时间 斯暖暖蹦蹦跳跳地进了老宅 斯静恒把车子锁上 也跟了进来 斯老爷子看到暖暖的小身影 立刻走了过来 笑眯眯地说道 暖暖 过来到太爷爷这边 他的小曾孙女真好 斯暖暖立刻跑到斯老爷子的面前 甜甜地叫了一声 太爷爷 爷爷 妈 斯静恒忽然开了口 两个长辈同时抬头看着他 怎么了 斯静恒尴尬道 之前我求婚暖暖妈妈的视频 你们也看了吧 所以这几天希望你们抽出时间 和我一起去C国 和离家的长辈吃个饭 说白了就是订婚宴 沐若嫣啪的一声 脸色很不好看 儿子不提视频的事情 他今天也没打算说 现在既然他主动提起来了 那他就说说 你还好意思说求婚的事情 去之前有没有和我们长辈商量一下 还弄得那么隆重 花费那么高 为了那个女人值得吗 沐若嫣不善地口气 让斯静恒心沉了沉 旁边的斯家老爷子 拉了拉沐若嫣 干嘛呢 这是 孩子愿意就让他去 他愿意 我不愿意 我儿媳妇谁都可以 就不能是李浅洛 沐若嫣情绪有点激动 扬了分贝 斯家老爷子看了一眼沐若嫣 没看到暖暖都这么大了 怎么可以让他没有妈妈 或者找一个后妈 李浅洛那孩子还是不错的 斯静恒去求婚 他是没意见 沐若嫣看了一眼暖暖 打心底喜欢 后妈怎么了 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儿媳妇 后妈甚至比亲妈还亲 我不要后妈 斯暖暖终于听懂了 大人们在说什么 啪 撅着嘴巴 手中的玩偶扔到茶几上 这脾气 让脸色不好看的斯静恒 瞬间笑了 和李浅洛简直一模一样的暴躁 沐若嫣连忙尴尬地去哄孙女 你听奶奶给你说 斯暖暖任性地捂住耳朵 使劲地摇着头 我不听我不听 我再也不喜欢奶奶了 斯老爷子看到暖暖生气的样子 连忙抱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没事的暖暖 他爷爷不会给你找后妈的 他轻轻地拉下女儿的小胳膊 哄着 斯暖暖这才收起撅着的嘴巴 他再也不要喜欢奶奶了 奶奶居然不要妈妈 妈 我的心意已决 你们长辈要是不愿意去 我就自己去 以后他也会带着浅落和暖暖 永远生活在庄园 你 看着儿子 沐若嫣气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转头便上楼了 斯老爷子慢慢地开口 啊 你已经三十多了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爷爷都支持你 谢谢爷爷 老爷子都发话了 沐若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去A国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去的 看到公安齐母女俩 他就一肚子气 三日后 斯敬衡将之前玉婉婉的事调查清楚了 黎尤寒和那个女人什么都没发生 必抄单子也是那个女人花钱伪造的 听云起说 是把刀架到那个女人的脖子上 都不愿意说 最后拿他的家人威胁 才松口的 他就知道 李浅落开心地约玉婉婉出来 将这个好消息 立刻告诉了婉婉 玉婉婉转过身 面对着黎尤寒 双臂拦上她的脖梗 认真的说 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会相信你 有了这件事 玉婉婉彻底地体会到 夫妻之间需要互相信人 才会幸福 黎尤寒满意地笑了 相信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了 难道浅落去调查了 玉婉婉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是我老公 我以后只相信你 黎尤寒高兴地享受着这一刻的美好 第二天上班时间 黎尤寒这个代理总裁兼老板娘 出现在公司 同事们比以前更热情了 她也是满面春风的 进了总裁办公室 准备着等一会儿的会议 而在这之前 她看了一下手机 无意间打开微博 想着看一下这几天的热搜 这一看不得了 火刀爆的热搜居然是 黎尤无夜零零领正 她连忙点进去看了一眼 黎尤无刚才 居然亲自发微博 晒出她和叶玲玲的结婚证 这个熊孩子 领证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一声不吭的 就自己办了 黎尤落下了班 立刻赶回家 一进门 黎尤落就激动得不能自已 你小子什么情况 黎尤无掏了掏 被震到的耳朵 我都成年人了 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 黎尤落无语 我不管你了 爸妈那边自己说 娶了人家 即使告诉全世界 不告诉家人 还是等于不承认人家 是这样的吗 黎尤无狐疑 想了想 回到房间 先拨通爷爷的手机 然后是爸妈 接着是大哥 全部都一一告知 完了以后 他就等着回家 挨皮编码 老爸已经警告过他了 礼拜二 按照斯静衡的交代 他没有去公司 在家老老实实地 等着他来提亲 当斯家人到黎家别墅的时候 黎家所有的人 也都等着了 公安琪看到 沐若嫣没有出现 心里很不高兴 这当婆婆的都不来 摆明了不同意 这门婚事的吗 斯暖暖 看到许久不见的黎家人 开心地扑到 每个人的怀里 玩耍着 一阵寒暄过后 斯静衡和黎浅落 坐在一起 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女人 斯静衡 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东西 推到黎鹤祥 和公安琪的面前 叔叔阿姨 这里是六千六百六十六亿的支票 是我去浅落的聘礼之一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连黎尤寒 平时不外露的情绪 也难掩惊讶 李浅落立刻捏了捏身边的男人 小声地说 你疯了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亿 我的天 不行 李浅落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猛圈了 斯静衡拍了拍他的手 又拿出一个档案袋 里面是许多张A4纸 上面打印着 SL集团股份转让协议书 斯静衡一个人 持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现在百分之二十转到 李浅落的名下 百分之二十转到 斯暖暖的名下 百分之二十 这代表着 以后好多六 六千六百六十六亿人民币的收入 李浅落整个人都呆到原地了 这个男人 为了取他下了血本了呀 斯老爷子和斯嘉贤 虽然肉疼 但是 这是孙子的东西 孙子自己有权利做决定 他们不发表意见 然后斯静衡又笑了笑 爷爷 叔叔阿姨 我打算带着浅落和暖暖去C国 在那里定居 从此以后 他们一家三口 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斯静衡这个话 让全家人沉默了 他们肯定舍不得他们母女俩的 不过 女儿就是有这一天的 我打算 今天和浅落一起去办理复婚 择日在C国举办婚礼 一场隆重的婚礼 是需要时间精心安排的 龚安琪看着斯静衡 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 点了点头 就是还有你妈那边 想起跋扈的沐若嫣 龚安琪太不放心 女儿过去了 斯静衡想了想母亲 我和浅落会在庄园住 不会有太多冲突的 他也会极力保护好 自己心爱的女人 不让他再受一丝伤害 后来 全家人又商量了好久 斯静衡才带着李浅落 去了二楼他自己的房间 等着晚上一起出去用餐 斯静衡天假取妻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整个A国 然后是C国 接着是全世界 所有的女人都在羡慕李浅落 拿他现在的婚姻 当以后结婚的例子 第二天了 李浅落回到公司 照常上班 斯静衡大早上空降 A国SL公司 高管们都在会议室开会 云琪给他推开会议室的门 会议室内李浅落 正在给大家安排着响水湾的后续工作 看到斯静衡的突然出现 吓了一跳 斯总 他诧异地站起来 怎么说来就来 也不打声招呼 斯静衡用柔光看了小女人一眼 接下来的工作 尽快交给敏娟 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按着小女人的双肩 让他继续坐下 李浅落汗颜地看着高管们羡慕的目光 其实他想说 斯静衡这个人啊 就是习惯了无所谓 做事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斯静衡等到他坐稳 开口开了一眼所有人 从今天起 你们李总回家安心待假 李浅落震惊的瞪大眼睛 看着旁白的斯静衡 怎么还待假 斯静衡不理会他的震惊 看着谭敏娟说道 敏娟代替李总的位置 全面接手响水湾和新海开发的工作 云起接管李总手中 和政府合作的那块福利院开发事件 段折负责李总手中 和韩式企业的房地产合作工作 听着男人干脆利索地安排完所有的工作 李浅落一脸猛逼 所以说他从今天起就没了工作 失业了 然后斯静衡 拦着李浅落离开了会议室 留下议论纷纷的高管 中午 两个人去超市买了点吃的 之后就回月牙全了 踏进别墅 男人把东西都分好 放在冰箱里 看了看时间已经中午了 客厅中李浅落正在吃着一包干果 等着 我做给你吃 他说着往厨房走去 开始摆弄食材 李浅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男人的背影 你会做菜 他扬起声调 斯静衡回头看他 惊讶的表情 调侃道 你以为谁都像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他亲眼看着小女人脸色 刷得变成了阴雨天 连忙放下手中的大葱 走了过来 一屁股坐到他的旁边 别生气 我以后经常做给你吃好不好 他在他微肚的红唇上啄了一口 轻声地哄道 李浅落扁了扁嘴 委屈地看着男人 你这是在嫌弃我 都当妈了 还不会做饭 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要不改天 他去学学 男人拦住他的腰身 语气甜蜜 哪敢啊 你现在可是我的小祖宗 爱着哄着还来不及 怎么会嫌弃你 他的话 果然让女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娇称地看了男人一眼 司总 你这甜言蜜语是败过诗的吧 张口就来 男人笑了笑 满脸柔情地清上他的红唇 认真的说道 没有 看到你脑子里就自动形成了 李浅落轻笑地拧了男人 挽起袖子的胳膊 快去吧 司大厨 你的小祖宗都饿了呢 司靖恒点了点头 等着我去给你做饭 等了快一个小时 男人终于拉开了厨房的门 开饭 接着一 盘盘看上去色香味俱全的菜品 就被端了出来 他小跑到餐桌前 看着四个菜 惊呆了 一虾两吃 清蒸桂鱼 好油青菜 红烧茄子 还有最后一个煲煮手汤 看上去好有食欲 色香打满分 尝尝味道如何 他夹起一块红烧茄子 吹了一下放在嘴里 好吃好吃 他嚼着嫩滑可口的茄子 激动得都快说不出话来 咽下一口茄子 看着对面 看着自己吃饭的男人 你是不是专门去学过 拜过五星级酒店的厨师 男人点了点头 大学的时候 学了两个月 一个人在外面住 不想保姆出入自己的地方 就自己去学了 怪不得 李浅洛夹起一块茄子 放到男人的大米饭上 撕大厨 尝尝自己做的菜 好吃到棒 李浅洛胃口大开 吃得很欢快 斯静衡还给他包了好多下 都被他全部收进胃里 李浅洛婚纱照 整整拍了两天 接下来 就是斯静衡安排婚礼的事情 李浅洛依然每天上下班 李游吴带着叶玲玲 正式见了家长 李游吴瞒着家人 领了结婚证不说 孩子都有了 然后他就差点被 李赫祥和龚安琪 联合起来混合双打 叶玲玲拉住举起鞭子 和扫把的两位长辈 伯父伯母 你们是不是不同意我 一抹难受 从叶玲玲心中划过 如果愿意他 为什么会这样打 李游吴 龚安琪立刻扔掉 手中的扫把 拉住他的手 坐到沙发上 谁说的 只是这个小子欠揍 你现在和你大嫂一样 都有身孕 赶紧搬过来住 我们一起照顾你们两个 李赫祥也说着 李游吴那小子 就是欠揍 你安心搬过来 我们都罩着你 不会让他欺负你 一根手指头 李游吴非常气愤地 大声嚷嚷 分家 我要分家 当然 只是说说而已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李游吴看准时机 坐在夜零零旁边 给他端茶倒水 捏肩按摩 没办法 生在一个众女青男的家里 他就得好好宠着自己的老婆 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十月份 李浅洛正是从 A国这边的 SL集团离职 谭敏娟 接替代理总裁的位置 然后他就被 斯静恒 接到了C国 三个人幸福地生活在 新区庄园 十月中旬 斯家老爷子打电话 让斯静恒 带着浅洛回老宅聚餐 斯静恒 先是问了问 李浅洛的意见 得到他的同意 就带着他回了老宅 慕若燕出来门后 就看到李浅洛 立刻气不打一处来 李浅洛无语地 看着气冲冲的慕若燕 想说话 不知道该叫他什么 叫妈太早 还是叫阿姨吧 阿姨你好 你闭嘴 慕若燕毫不客气地 打断他 犀利的声音 引起了斯静恒的不耐烦 李浅洛深呼吸 为了那个爱他的男人 也得忍着这个婆婆 这个时候 斯静恒也走了过来 手里颠着李浅洛 给大家买的礼物 餐桌上 慕若燕先开口 婚后 暖暖 我给你们带着 你俩 都去好好上班 有空了 再给我生个孙子 女孩虽好 但是也必须要有个男孩 来继承斯家的产业才行 李浅洛听了他这话 一阵无语 他这个未来的婆婆 是又想让他去上班 又想让他 再给生一个男孩 斯静恒握着他的小手 把玩着 听到慕若燕说生男孩 皱了皱眉头 然后淡淡地说 暖暖 我们会自己带 二胎也不着急 慕若燕双臂还在胸前 瞪了一眼斯静恒 暖暖是我孙女 现在孙子孙女 不都是爷爷奶奶在带 爸爸妈妈去上班的 李浅洛低头 听着慕若燕的话 其实早就想站起来 就走人了 不过有旁边的男人 他不会受什么委屈的 嘴角幸福地勾了勾 果然斯静恒就开了口 一千个 李浅洛我都能养得起 他想去工作就去 不想工作 就在家吃吃睡睡玩玩 妈你不用操心 我们两个的事情了 最多也就是 多个给他暖暖被窝什么的 他的所有东西 以后都是他们母女俩的 即使他们以后生了个儿子 他什么都不会给他 让他自己去奋斗 自己儿子都这么拒绝了 慕若燕也不好再说什么 脸色难看的 坐在一边生闷气 这个女人怎么配做 斯家的儿媳妇 不行 他不能让他 就这么的在缠上儿子 晚上八点 老爷子该休息了 斯静恒就带着母女俩 离开了老宅 为了安抚李浅洛的情绪 第二天中午过后 斯静恒就带着李浅洛 乘坐私人飞机前往F国度蜜月 魁北克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 行程八百多公里 是F国有名的风树大道 红风是火 无比清醒的空气中 纯净的秋色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的铺沉开来 游墨画般的重彩 感觉人在画中游 心生美好 他捡起地上一片火红的枫叶 遮住左眼 来了张字拍照 一个男人突兀地出现在他的镜头内 男人精致的五官 阳光休闲的黑白色休闲服装扮 还有迷死人的微笑 让按下快门的手一顿 随即右嘴角扬起 把他一起拍了进去 然后轻快地跑向男人 像小燕子偏飞一样 扑进他的怀抱 他们的身上散发着爱情的光环 许多人举起相机 以瀑布为背景 把这对恋人定格在相机中 然后 斯静恒拦着他 慢慢地往别的地方走去 尼亚加拉瀑布很多地方 都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 站在瀑布前 在秋的阴沉下 水色有 火红金黄翠绿等等 迷醉了他的心 这个时候选择来F国 绝对能享受到 视觉带来的盛宴 然后斯静恒带着他 去了奥尔良岛 周长六十多公里的岛上 几乎都是果园和牧场 还有水环绕 另有美感 苹果园内 一棵棵苹果树上 揭满了红圆的果实 这些纯天然 没有一点农药 斯静恒摘下一个苹果 放在他面前 李浅落看着这个 比国内红富士 还要漂亮的红苹果 准备接拐咬一口 只听见男人在他耳边说 每次你在我怀里的时候 脸蛋的颜色就像他一样 李浅落当然知道 他在说什么 娇称地夺过他手中的苹果 二话不说 咔嚓咬了一口 果肉脆甜之多 斯静恒拿过来 举着那个被咬了一口的红苹果 心情极好 这个臭流氓 无时无刻都在占他便宜 斯静恒脸上挂上笑容 我爱你 他深情地表白于他 李浅落的心 微微一震 这个男人说起情话来 可真好听 我爱你这句话 他是怎么听都听不够的 我也爱你 李浅落羞涩地回应着 两个人回到庄园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暖暖被斯静恒放在老宅 听说李浅落两人出去旅游了 慕若燕又是一阵发牢骚 在斯静恒的生日之前 慕若燕的生日是10月12号 李浅落不知道 慕若燕也没打算告诉他 甚至没打算邀请他 咖啡馆 慕若燕约斯静恒出来 直接挑明道 带着暖暖来给我过生日 我不想看见不相干的人 斯静恒闭了闭眼睛 那你去接暖暖 我晚上有事 慕若燕当然能听出来他的意思 就是李浅落不去 他也不去 斯静恒 我是你妈 那个女人还没有嫁过来 还是不是斯家人 我只是想一家人 在一起过个生日 你都不愿意吗 他的口气放软 甚至有一丝哀求 早去早回算了 斯静恒看着手机沉思 既然妈不想让他去 那就别告诉他了 省得他难受 斯静恒见两人聊不下去 就想赶紧离开 等下先别走 你先见一个人 慕若燕笑着指了指声 他拉过身后的 焦青婉 对着斯静恒说道 啊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市长家小女儿 青婉 青婉 这个就是我儿子 斯静恒 如果焦青婉和儿子 能有点什么 该多好 焦青婉 看着面前 贵气逼人的斯静恒 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之前只是在银瓶上 或者哪个宴会上 远远地见过几次 第一次这么近 见到他本人 果然帅到没朋友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伸出右手 温婉地开口道 斯总你好 久仰大名 斯静恒的目光 不去看他 转身直接走出了咖啡馆 留下两个女人 面面相觑 焦青婉脸色窘迫地 看着斯静恒的背影 本来他对他 还不是太有兴趣 但是焦贵的他 从小都被众人捧在手心长大 还没有人敢这样无视他 慕若燕拉着焦青婉的手 青婉 我儿子的未婚妻 我是不喜欢他的 如果你愿意 我会帮着你 嫁给阿恒的 他话说得很白 焦青婉都吓了一跳 只是斯总和李小姐的婚礼 好像还有一个月 我怕时间来不及 等到婚礼结束 一切都成定局 慕若燕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 没事 他们两个人商量的是 婚礼举办过后才办理复婚的 所以你还有机会 还没办理复婚 那应该可以试试 两个人说定 挽着胳膊 去继续逛别的店 晚餐前 斯静恒给李浅洛打电话 我晚上带暖暖回趟老宅 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吃饭 他的意思是 他带着暖暖在老宅吃饭吗 那好吧 反正他也不想和慕若燕见面 嗯 晚上早点回来 挂掉电话 斯静恒的心里 划过一抹愧疚 他以后要多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上做努力 不能让浅罗受任何委屈 斯家老宅 斯静恒带着暖暖 踏进老宅的时候 气氛有点不对劲 因为斯老爷子 要是不看待今天 是慕若燕生日的份上 就直接上楼了 太爷爷 爷爷奶奶 暖暖来了 斯暖暖人 还没有进客厅 声音就先传了进来 小可爱活泼开朗的声音 才缓解了客厅内的气氛 斯静恒看着女儿往客厅奔跑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柔情 当他看清客厅内的人后 脸色拉了下来 原来慕若燕是这个意思 把手里的礼物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就准备带着暖暖离开 慕若燕连忙站起来 挡住儿子的去路 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就打算这样走呢 慕若燕情绪有点激动 斯静恒冷眼看着他 慕若燕女士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开口女人 站起来温婉地开了口 斯总您先别生气 是我主动来给慕阿姨庆祝生日的 如果你介意 我现在就离开 别因为我和伯母伤了和解 慕若燕满意地看着娇今晚 多好的女孩 斯静恒则是头都不回一下 淡淡地开口道 焦小姐既然知道 我介意就请离开 免得被我未婚知道 惹了他生气 焦青婉的脸色有点苍白 咬了咬下唇 拿着包包往外走去 慕阿姨对不起 我先走了 慕若燕又拦住准备离开的焦青婉 看着儿子立声地问道 斯静恒 只是一个生日而已 你非要因为那个女人给我闹得不愉快吗 是你自找不愉快 斯静恒毫不留情地反驳 气得慕若燕上气不接下气 然后心生一计 扶着脑袋往前面扑去 妈 斯静恒连忙接住往地上倒的慕若燕 慕阿姨 你怎么了 焦青婉也很焦急问道 慕若燕装着很虚弱的样子 没事 我就是忽然有点头晕 斯静恒扶起他 你这个月没有做身体检查吗 斯家老宅有私人医生 一个月做一次全面检查 做了 就是血压有点高 别的没什么问题 医生的原话是 有血压升高的迹象 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血压有点高 斯静恒看着慕若燕 改天有必要问问肺医生 焦青婉又坐了一会儿 看了看时间 慕阿姨 我该回去了 爸妈对他管教很严格 十点之前必须到家 慕若燕连忙看着接电话的儿子 对焦青婉使了个颜色 示意他等一下 斯 静恒的电话很快接完了 准备带着暖暖离开 慕若燕先开了口 啊哼 青婉过来的时候是打的车 你看妈妈这会儿还没缓过神 你替妈妈去送送青婉 斯静恒闻言 眉头紧皱 深深地看着慕若燕 没有回答他 就往外走去 斯暖暖扔下小火车 看着往外走的斯静恒开了口 爸爸 我想玩你手机上的游戏 斯静恒回头身 把手机递给女儿 暖暖等爸爸一下 我很快回来带你去找妈妈 小可爱抱着斯静恒的手机点了点头 要去找妈妈了 好开心 城堡内 李浅落孤单单地吃着晚餐 没多久就没食欲了 上了楼找到自己的手机 联系一下斯静恒 想让他早点回来 李浅落拨通了斯静恒的私人手机号码 妈妈 手机那边传来女儿稚嫩可爱的声音 让李浅落瞬间满血复活 乖宝贝在干嘛呢 只是有点疑惑 怎么接电话的是暖暖 爸爸呢 妈妈 爸爸不在我身边 他去送漂亮阿姨回家喽 斯静恒感觉就不对劲 想阻止暖暖 但是 当他走到暖暖面前的时候 这句话 就已经被暖暖说了出来 漂亮阿姨 李浅落皱了皱眉头 他们不是去老宅吃饭了吗 今天晚上 奶奶的生日 暖暖在爷爷奶奶这里 妈妈你要过来吗 斯静恒听着孙女 把一切交代得一清二楚 在一旁干着急 今天是慕若燕的生日 李浅落正了正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 所以今天是慕若燕的生日 斯静恒带着女儿去老宅 和别的女人一起 去给他未来的婆婆 庆祝生日 想到这里 李浅落只感觉心碎了一地 他心不在焉的 和女儿挂掉电话 坐在阳台上 当斯静恒回到老宅时候 斯老爷子和暖暖不在客厅 上了楼 斯家贤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刚才浅落来电话了 浅落来电话了 斯静恒有种不好的预感 赶忙抱着女儿下了楼 往家赶去 城堡 斯静恒将车停在门口 快速地抱着女儿 往楼上走去 李浅落看到他们 开心地走过来 暖暖你回来了 妈妈带你去洗澡 看着他慈爱的笑容 斯静恒纳闷 他没再生气吗 不对劲 李浅落看着女儿笑了笑 你爸爸想给你找个新妈妈 你说妈妈生气不生气 找个新妈妈 暖暖的小脸也挤到一起 搂着李浅落的脖子 可怜兮兮地说 我不要新妈妈 就要你 李浅落感动地看着女儿 揉了揉他凌乱的头发 然后母女俩就进了浴室 只是斯静恒明显听到 浴室的门被反锁的声音 前些天给女儿洗澡 都是他们两个一起的 现在把浴室门锁上 不是无形中在拒绝他吗 他果然还是生气的 想到这里 斯静恒哑然失笑 也明白了一句话 宁可得罪小人 也不要得罪女人 第二天 李浅落一大早就起床了 给女儿收拾好 带着他出了卧室 正准备去幼儿园的私满暖 看着楼梯上的妈妈 瞪大了眼睛 夸张地叫着 哇 我的妈妈好漂亮哦 李浅落穿着一件极西长短的天蓝色旗袍 外面穿着一件同色系的外套 脚上踩着白色的五公分高跟鞋 头发高高盘起在头顶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涂着胭脂红的口红 手中拿着天蓝色国际名牌包包 李浅落拉着女儿的手 然后从一旁拿出车钥匙 往城堡门口走去 站住 司静恒冷冷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李浅落的脚步也只是停了一下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城堡 气得司静恒整张脸色都是黑的 这李浅落长胆子了 敢跟他甩脸色不说 还敢冷战 可以 有勇气 从幼儿园出来 李浅落开着车 漫无目的晃着 在这里除了认识司静恒 他谁都不认识 要不然打电话问问黎幽无 看他和叶玲玲在哪里 拿出手机正在翻黎幽无的电话号码 手机来电灵音就想了起来 是司静恒 他嘴角勾了勾 客气地开了口 司总你好 司静恒文言皱了皱眉头 在哪 地球上 他干脆地回答 李浅落好好说话 他警告的声音 让他撇了撇嘴 李浅落口气不好 司静恒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司静恒的眉头 皱省一个穿字 现在回城堡 他淡淡地命令 他回来 他怎么收拾它 不回 我要离开初走 你不要管我 管你别的女人去 他说完 任性地挂掉电话 然后开着豪车 加上速度一溜烟地跑了 离家初走 男人看着被挂掉的通话 不但没生气 反而因为这四个字 变得心情很好 李浅落带着女儿出去吃了晚餐 然后就回了黎幽无的公寓 房间内 一个人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一个有力的长臂拦住他的腰 硬是把他抱了出来 就在李浅落想要尖叫的时候 闻到了那熟悉的气息 然后就被揽在一个怀里 果然是他 老婆 他感性低沉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李浅落瞬间有种耳朵要怀孕的感觉 放开我 他扭动着身体 要从他怀中挣脱出来 乖 不闹了 我们回家 回家 李浅落听到这两个字 愣了愣 多么美好的字眼 斯静恒在他额头上 印上一个吻 他双手攀上他的脖子 不依不饶 斯静恒 你不要以为 你抱抱我 我就原谅你了 斯静恒双手捧 折他的脸颊 让他看着自己 不生气好不好 不好 他嘟着嘴巴 眼圈泛红 我的心在哪里 你不清楚吗 他紧紧地盯着他 说得很认真 看他不说话 他继续说 我爱你李浅落 有一瞬间 他是心动的 仿佛所有的醋意 怒意全都没有了 夜色下 相拥在一起的男女 看上去是那么的唯美 回到城堡 李浅落看着斯静恒 直接抱着暖暖去洗澡 他就懒洋洋地躺在床上 等着给女儿讲故事 洗完后 斯暖暖爬到床上 李浅落拿起一篇的故事书 开始读着黑猫警长的故事 一边看着故事书 一边瞄着眨眼睛的李浅落 暖暖很快地睡着了 李浅落悄悄地 从他身下抽出自己的胳膊 然后往浴室走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